谋杀案过去了30年还会被追责吗 答案是肯定的 纽约州检察官司通今天审判的就是一名在31年前残忍地杀害了一名9岁的男孩 并把他的尸体掩藏在自己家地下室墙里的罪犯 在第一场的庭审中 司通首先请来了法医 法医说被害人的颅骨上有一个侧向位对齐的12厘里长的裂缝 司通问可能是因为跌落或者什么意外造成的吗 法医说不是 鲁骨是被重物直接击打过的 可律师却反驳说如果一个男孩爬进一堵墙里 一块砖从2.5米到3米的高处掉下来 可能造成你说的那种裂痕吗 法医说有可能 但可能性非常小 接下来出庭的是朵拉 司通问朵拉你儿子和罗德之间关系怎么样 朵拉说因为托马斯的父亲去世的很早 所以当罗德和托马斯成为朋友的时候我非常高兴 司通说你看到过他们两个交流吗 朵拉说罗德平时会拍拍托马斯的脑袋 说他长得又高又壮 长大会成为球星 接着轮到律师询问 律师问朵拉你之前有跟警察说过托马斯和罗德的这些事吗 朵拉说没有 律师说所以说这些事对你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事吗 朵拉说是的 律师问那为什么你现在觉得不正常了吗 朵拉说我并没有说这些是不正常的行为 律师又问和罗德相处的时候 托马斯有跟你抱怨过吗 朵拉说没有 律师问你跟你儿子的关系亲密吗 他会经常跟你说心里话吗 朵拉说跟正常的家庭一样 接着出庭的是心理医生 医生说压抑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心理机制 记忆太痛苦已知无法承受 自主意识就会把它排除在外 斯通问你能解释一下压抑多年后记忆为什么会重新出现吗 医生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当心理上有能力适应痛苦事件时 往昔记忆会突破障碍涌上心头 接着律师进行了询问 他说我们不是经常会记得一些从来都没发生过的事吗 医生说有时候会 但是有关创伤事件的压抑记忆通常是非常准确的 律师问你熟悉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心理学家 对有关儿时记忆的理论吗 医生说亚伯拉罕认为很多成年人对儿时的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幻想和愿望的混合 律师说可你说成年人对儿时的记忆是准确的 医生说我说的是创伤事件的压抑性记忆是准确的 尤其是当回忆引起新的精神创伤时 庭审结束后 罗德和律师约见了司通进行谈判 律师说罗德不想让安妮受到伤害 所以决定考虑认罪 但记录要封存 司通说我知道 罗德先生对封存记录已经熟门熟路了 律师说如果安妮出庭的话 我会摧毁他的 司通说真有意思 罗德关心安妮 但你却要毁了他 律师说过是杀人罪 但不坐牢 司通说杀了一个孩子还不用坐监狱吗 你们在想什么好事 立即非预谋杀人罪 8到25年监狱服刑 罗德说我爱我的女儿 但我不会为我没有犯的罪进监狱的 由于谈判没有成功 于是第二场庭审很快开始 出庭证人士安妮 司通问为什么你要寻求心理帮助 安妮说我当时抑郁 有自杀的倾向 司通说你曾经因为情绪问题住过医院吗 安妮说一年前在医院住过三周 我得了妄想性患觉症 司通说那你现在还有这个病吗 安妮说没有了 司通说你能告诉我们托马斯失踪的那天发生了什么吗 安妮说托马斯跟我一起离开学校回了家 当时妈妈出去工作 我爸爸在前门等着 回到家我感觉不舒服 于是我就回房间睡觉 等我醒来去卫生间想要刷个牙的时候 我看到卫生间的门虚掩着 我听到了水声 于是我推开门 看到我父亲跪在浴盆前正在洗一件蓝色的毛衣 毛衣上沾满了血 他的手上也都是血 于是我就问爸爸 你伤到你自己了吗 可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用非常凶狠的眼神看着我 还满脸都是血 他看上去就像是电影里的魔鬼 眼睛都要蹦出来了 接着轮到了律师询问 律师说你今天说的这些 都是靠心理学家的帮助才回忆起来的事吗 安妮说我只是跟他出去散了的步 律师说散个步就能想起31年前发生的事吗 你之前的妄想性患觉症的时候 患觉里有血像吗 有浴盆吗 有你父亲想伤害你的画面吗 安妮说没有 你根本不明白 律师说我明白 你一直对你父亲不满 因为他总是告诉你你不想听的事实 虽然安妮表现出了不安 但在律师的语言攻击下他并没有崩溃 竟然停了下来 安妮的坚强让罗德非常惊讶 也许他没想到在这么多年的精神控制下 安妮竟然还能抵抗住这么大的压力 在安妮出庭作证以后 罗德直接接受了司通的协议 承认了一级非预谋杀人罪 法官问罗德你确实杀了人吗 罗德说是的 法官说为了法庭记录 你可以阐述一下你是怎样实施犯罪的吗 罗德说我用锅炉旁边的班手打了托马斯的头 杀了他以后我就把他塞进了墙里 这个一辈子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父亲 终于在最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他无疑是爱自己的女儿的 可他病态的控制欲不仅给女儿留下了童年阴影 还在后来的精神控制中差点把女儿逼死 直到今天他才真正明白了女儿疏远自己的原因 也许他只是挣扎着想要活下去而已